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校長 從貿易戰到新冠肺炎疫情,再到最近港版國安法 都令到中美關係持續惡化 內地有分析認為,還未在八大戰場展開較量 包括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網絡戰、外交戰 還有台海局勢、香港問題、南海爭議 究竟哪個戰場最容易拆槍走貨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 內地微信公眾號江湖眼評論文章指出 疫情令中美貿易戰陰雲密暴 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向中國加徵關稅 最近美國還出資幫企業從中國撤走 以推動中美供應鏈脫鉤 科技戰是中美爭奪激烈的焦點 美國上月再收緊對華為的管制措施 意在阻斷中國科技創新發展之路 中美經濟戰燃燒到金融領域 藉由瑞幸咖啡作假案 美國參議院通過外國公司問責犯案 未來很多中國企業可能被迫從美國退市 而過去十年中美已經就黑客攻擊問題展開多次交鋒 如果中美冷戰升級 網絡戰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場域 台灣是美國對付北京的一大籌碼 近年美國明顯加強台灣 在其印太戰略盟友地位 並逐步增加美台軍事合作 香港是中美最新的角力場 就北京推行港版國安法 特朗普仍然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以制裁中國 帶有山雨欲來之勢 南海是中美軍事實力較量的主戰場 亦是美國印太戰略關鍵扭帶 雙方海空兵力在此宣示各自主張 是最有可能擦槍走火的熱點區域 中國外交部長黃毅早前在兩會記者會上 強調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他提到要警惕美國一些政治勢力 正在綁架中美關係 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新冷戰 可以看到北京不希望見到中美出現全方位對抗 管控雙方矛盾仍然是北京努力的目標 大陸民間武統台灣的呼聲日益高漲 政府的工作報告 罕有地未有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等字眼 令人擔心大陸對台策略 由過去的和統走向武統 大陸兩會因疫情而言至5月21日舉行 和蔡英文5月2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只是相差一日 德國之聲評論文章認為事件並不是巧合 是大陸刻意安排 北京的目的是要觀察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裡 會不會有激進的台獨舉動 特別是法理獨立 蔡英文在就職演說裡的兩岸部分 顯得棉女藏針由中見綱 她雖然沒有宣布法理獨立 但就宣布將會成立修憲委員會 實際上是法理獨立的路上邁出了半步 她很可能仿效前總統李登輝 以修憲之名、行制憲之實 完成台灣法理獨立的憲制基礎 大陸曾經多次表態 如果台灣觸碰大陸紅線 兩岸將會地動山搖 今次大陸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 罕有地未有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等字眼 令到外界非常詫異 表明北京對台思路已出現調整 不再死守以前的和統 開始認真考慮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另外大陸民間武統之聲日益高漲 亦都壓縮了北京在台灣問題的政策選擇空間 目前大陸出現兩種強硬主張 一是大陸以漸進軍事行動壓制漸進台獨 大陸採取劃分台灣防空識別區 派軍機飛越台灣本島 如果有必要就奪取金門等外島來震懾台灣 另一個是向美國表達不惜一戰的決心 而且做出相應的準備和行動 以迫退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 台灣如果沒有美國保護 就只能夠走上談判桌實現和統 北京亦都可以在經濟上懲罰台灣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寬架協議在今年六月到期 北京不再續簽的機會很大 戒時台商就不能夠繼續大賺大陸外匯 勢必對台灣經濟帶來打擊 隨著中美國力白熱化 台海局勢令人憂心 文章認為不理北京是否要對台灣出重手 台灣應該有所預判和準備 設計盲目樂觀 今集就講到這裡 再會